温古华每日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麦腾爸爸 大家好 我是麦腾爸爸 春节刚刚过 然后我就想说呢 一年之际在于春 又到了房屋该交保险的时候了 哎呀 这个一年之际 交钱在于春也挺吓人的 对呀 因为是这样啊 你看哈 在这边生活哈 最主要的就是说 你要跟保险打交道 哎呀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这么沉重的事情 因为每年都交钱 一到交钱的时候 我就心疼啊 但是今年这个房屋保险 我交的不太心疼 因为就是我们前一阵哈 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 就前一阵呢 我们在啊 Downtown那边啊 我们的车呢 被人家就是破窗而入了 然后呢 麦腾爸爸的心爱的一个球包 里面全是他喜爱的球杆呢 就让人家给拿走 对 这是我们在一月初的时候 是吧 对 一月初的时候 我们把车停在了 当趟去逛街 停在地下室 然后回来以后 发现窗被砸了 我们专门还做礼奇节目 你看就是这个停车场 让人家车踏实停着 我就从这儿走过去 一看 在窗户 窗户一开始 还以为是没关呢 就一看 一地的玻璃茶子 对 更多的玻璃茶子 都在车里边呢 对 你说这小偷就从这个窗户 钻进来了 没有 他打开这个 这不就能开门了吗 开门就能开门了 我能搞回路 你这作案经验太不丰富 关键是没几年 前排也都烦得垃圾八糟 对 我开门的瞬间 我还在想呢 我说我们在一路上 没有颠簸呀 怎么这个还给颠出来了呢 我觉得就是 根本完全没有想到 是被人砸了成窗了 拍的很详细 大家可以看看 然后呢 我心爱的球包 崭新的这个出国之前 刚配的顶级的球杆 加上里边的什么 这个球场用的GPS呀 还有一堆懒白的东西 哎呀 整个被连锅端了 然后剥裂碎了 但是那次呢 虽然是一个 这个很糟心的遭遇 但是从那次 我们就接触到了 这边保险的重要性 对 其实我们之前呢 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保险 这种索赔 这个经历也没有 对 整个的流程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 分享一下呢 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有需要的朋友的帮助 是吧 首先呢 这个关于车费杂的话 大家第一个想象 肯定跟我们一样 就是车险呗 我们车每年再上了这个车险 SBC车险 那当然我们就马上给这个 给我们办理车险的一个 这个经济打电话 也是个中国人 就真的是 如果是这个保险 这些这种急事 有中国的经济是方便很多 是吧 沟通起来太顺畅了 然后一说 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然后呢 首先呢 把这个给我登记上了 然后跟我说 如果你需要 这个 这个 这个修玻璃的话 他可以帮我联络 真正这个能修玻璃的 然后呢 这个车险里边 修玻璃 就是我有一个玻璃 是右后窗的这个玻璃 左后窗的玻璃 说修玻璃里边 其中有300块钱 300加币 是您需要承担的 然后300块钱以上 是保险公司承担的 然后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您可以把车 拿到任何地方 比如说散事店 比如说这个维修厂 你修完 然后呢 只要报这个保险号码 人家就会从你支付的金额里 扣除300来支付 还有另一种呢 因为是这个华人的经济 也很贴心 说这个疫情期间 是吧 而且那个时间 这个车没有后玻璃的话 开起来冬天要挺冷的 我也可以帮你联系 这个直接上门维修的 我跟Met Marvel这种 都是能省点事 就省点事的人 我说好啊 那就帮我们联系一个吧 然后第二天下午 就来了两个印度小哥 然后呢 看了我们的保险单 然后呢 没有其他太多废话 直接就开杠壶 是吧 这个滋滋细细的 用了两个小时 把它车玻璃就修好了 然后呢 交费就交这个超出300的费用 还可以 这部分呢 麦的爸爸说 我插一句 麦的爸爸说的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汽车本身上的保险 对 这个保险呢 如果你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它会给你赔付 对 然后你只需要交 就一部分现金就好了 其他的就是保险公司去 这是跟你定例的条件有关 它有一个不计免赔额 就是我们定的条件 可能300块钱以上 那需要他可以赔 300块钱以下 你就不赔了 所以呢 这个车闲 我觉得很顺畅 是吧 对 而且第二天就修好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提现了这个保险的便利性 对 这是跟汽车本身上的保险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保险呢 就是我们上的是房屋保险 这个特别意想不到 当时呢 我们给我们的这个房屋保险经纪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呢 他就告诉我们报警 本来正常的话吧 我们常常就是图省事 说我们报什么警 报警也没用啊 报警也找不着小偷了 就丢了个球包 不会为你这专门派一堆人来报 对 因为这边呢 这个就是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他不像我们国内就是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他的那个处理的情况跟这边是不太一样的 他一般你金额不超过一万加币的 一般他不会给你出警的 基本上你说你提供你的一些证据呢 他认可了 他会就是如果有那个保险公司 他给你赔付 当时呢我们是想不报警了 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家的这个 就是每年上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保险经济呢 也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之前我们做了一系列的 给大家包括介绍他的故事很理智 还有他给我们讲解了一些 就给大家讲解了一些新移民的一些保险的 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那位珍娜老师 珍娜老师 对珍娜老师呢 因为当时我们一打电话 他马上就让我们报警 而且呢在当时呢 我们还得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消息 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屋保险呢 包括汽车里边的财物 这个让我们特别这个 特意的一件事 而且汽车的财物呢 即使你的车没有停到你家门口 你是停到当趟也好 还是停到你的公司 反正你停到哪儿不管 但是你车里的财物如果丢失了的话 你上了这个房屋保险 他会给你赔付车里边丢失的物品 对这个呢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看一下 之前我们做的那几期关于保险的解释节目 其实后来我想到Gina其实跟咱们说过 只不过咱们也没往脑子里去 你不可能吧 因为你就是一开始上保险的时候 他跟您都会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个保险的特点 但是因为你没有在这边生活过 好多时候你可能想象不到那些细节 实际上他那个车险呢 他那个这个房屋保险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package打包 对是吧 你选择了可有几个打包 有的打包是包括房屋主体玻璃什么的 有的就包括房屋还有你门前的行人还有车什么的这些 反正有几个挺细致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他其实说的很细致 然后呢我们选的这个正好就包含了我们的车里边的财务的这个保险 对 然后现在呢你看哈我手上拿的这个这个单子这个单子是什么单子呢 就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情况跟保险公司反映之后呢 这个单子是就是给我们赔付过来的一个支票的单子 就麦特爸爸的他的球包和他的就是球杆不是丢了吗 然后按照那个他正常的价格然后保险公司呢给了一个赔付 我来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对详细的讲一下没那么简单妈妈是没有经历过这件事 所以因为是败的爸爸就是一下一下处理的 他就直接就把支票拿出来了 他支票可没那么容易你想保险公司买的没有败的 把支票直接就收下了对呀 你表示有多么不容易拿到 直接就刨了底了 我就说这玩意怎么往后继续说 好吧继续说 那个珍娜呢跟我说是一定要报案 因为你的房你的房屋保险包含车内财务 然后就保烂保烂会给你一个档案号将来索赔的事都会需要 也拍了很多照片是吧 那个这些到后来索赔是真的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然后回家以后呢 车险刚才说完了玻璃修好了 然后就开始走这个流程 然后呢这个珍娜呢很负责 也很贴心 对帮我们联系了这个保险公司 然后能够发来了一对表格 这对表格呢实际上填什么呢 就是填这个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就是要说你的这个档案号 就警方的档案号 这样的话才证明你这个事真是出现了 可以去查询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损失了什么财务 然后他要求的很细 就是你把你损失所有财务列个单子 包括这个财务什么时候购买的 当时的发票 以及证明或者其他购买 证明这个财务的价值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手头没有发票的话 你也可以有当时拍的照片 比如说转账的记录 是吧 或者是当时的什么各种记录 证明这个财务的价值 对或者是说你跟这个球包和这个 这个球干的一些合一的照片 那是第二步了 第二步了 这个很麻烦的 外头麻烦就坐享其成 我来给大家仔细讲 跟我有啥关系 我坐享其成 就是这第一步你要把这个单据发过去 证明这个事 然后呢 这就有一个大问题出现了 因为这个球包呢 是我从国内带来的 大家知道我们去年这个 去年前年 19年 19年 是海运搬了一次家 在海运之前 我在国内 值班了一整套的 这个刚刚值班的一整套的球干 然后呢 包括里面的GPS和多的东西 但是国内买的东西吧 来这海运的时候 谁还把那些发票带过来 早就扔了 早就扔了 一套球干的发票 谁会带来 于是呢 这就存在这个问题了 你没法证明 这个球干当时是多少钱买的 没有发票啊 是吧 然后呢 这怎么办呢 我觉得那就没戏了吧 你说你就证明不了 这球干多少钱 你怎么能去索赔呢 然后金娜就跟我说 这也是有先例的 这是可以怎么着呢 您把您这个之前 跟球干有关的照片 比如说您拍车 会比箱有时候 有球干 或者您用这套球干的照片 越详细越好 能提供一下 然后呢 再把这些球干的市场价格 能搜到给它 然后我说 那找找吧 挺好 我跟MAT经常一块练球下场 拍了不少照片 幸好 有意无意 对 你看由我们俩练球的时候 球包在旁边的 由MAT往里装球包 后备箱装球包里面 球干在旁边的 所以以后啊 提醒大家 要经常留点照片 对 不管是去哪玩啊 对 是吧 那个正好 照片都有 而且那照片 那个现在手机的清晰度很不错 球干都能写 都能拍出来 是吧 就是它的logo 对 品牌logo 什么都能拍 这你就很踏实了 我就把这个 一项一项裂 这是咱专业 咱知道啥干 因为我凑出来的嘛 各个品牌凑的一套好干不容易 一项一项裂 然后查了一下 在现在的网上的价格 这时候我就心想一件事 这球干就跟电脑一样 它两年前的干到现在都贬值了 就打折呀 现在都一打 因为新款出来了 对 新款手机一样过两年新款出来了 所以现在网上的价格比我买的时候便宜好多呀 我这心疼啊 我说那也没招啊 你就给人标一下 后来呢 现在看了以后说 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列出您当时购买的价格 哎呀 我这心里哐一下敞亮了 这个网上区别差不少钱呢 而且说 您可以列出您当时在国内在国内网站 来证明当时购买的价格就可以了 我说太棒了 赶紧去搜这个强大的互联网 又体现了它的能力 能搜到19年这些球干的发布的价格 市场的价格什么都查到了 我然后呢 我又想 那怎么也像咱们原来新想想法是买个东西 两年有贬值啊 那怎么算这个贬值呢 一想可能也赔不了多少钱 对啊 总共没多少钱 然后再贬个值也没多少钱 然后呢 金娜这个真的是啊 又提供了一个信息说 这个保险上呢 没有贬值是按原价赔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它是跟一个保险的观念有关 包括住房屋保险也一样 它保险保的是你什么 如果你再重新购买一套球干 需要花的钱 而不是说你现在这套救球干值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很人性啊 是吧 我这救球干虽然贬值 但我不可能再把旧球干买回来 我肯定要去买一套新干 对 就像那个房子也一样 对 如果是被损毁的特别厉害 它赔付 就这个保险赔付的也是建一所新房子 对 你需要花多少钱 建一个同样的这个标准的房子 现在建需要花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合理了 是吧 它等于是按新 原来当购买这个球干的价格 然后来设计赔付 哎呀 我这个新 敞亮敞亮的 然后呢 把它都列出来以后 咱这个英文也不是特别好 一堆的表格 然后近代的公司的人 也负责帮我们一起来填写 填写的很清楚 连我的照片一块发过去了 是吧 连我这个当时这个拍的跟球干的各种照片 一块发过去了 然后呢 人家那边 这都是跟保险公司 都是电话和email的 之间的沟通 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信 我心想 没戏了 是吧 人可能不认这个 因为你毕竟 没有发票啊 对 又从中国带过来 又从中国带来 人家怎么证明你这个 中国的价格 是吧 然后我就跟 过了有大概将近一个月 我就跟人家说 一直没信 他说那有可能是这个 疫情期间 是吧 然后也有可能是这边的陪附 他在进展中 说不要太着急 说他会帮我问一下 就在那天 我一查信箱 突然来了一张支票 对 还有一个细节 要跟大家再说 之前 近代跟我说 如果让球干这样的东西 有可能是 他给你一个额度 说对 我承认你 赔你这么多钱 但是你去买一套新球干 然后到我这来报销 是吧 我说那也行啊 那整好新节换一套 新球干 是多爽的一件事 然后突然那天 跟近代报约完了以后 当天晚上一开邮箱 支票到了 支票居然就是 我所赔的那个价格 然后减去一个 不计免赔的价格 这就跟刚才 那个车博里一样 他有一个不计免赔额 然后刨去这个 所有的钱 所有的钱 直接给我寄的 让支票过来 春节钱 大礼包啊 这是 对因为 因为已经觉得 就是盯了的东西 这有点 就是说 失而复得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也是 第一次感受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保险 能够给你带来的 这种安全感 对 真的是 因为在国内 也只是 用过的保险 用过车险 是吧 车寡蹭了 用过 然后呢 各种沟通啊 各种发生 也是挺麻烦的 没想到这边来了 得马上就用上了一次 这个防务保险里 保的车里的财务的 这么顺畅 就赔付了 那还能给大家看 那个保单 就是那个支票单 不给看了 是吗 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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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信息要挡住 然后就是这么张支票 这也看不清 这也看不清 看不清 这就是一个 下边这就是支票 拿着这个支票 就去银行 就可以提这个 他赔付你的现金 后来给大家讲一下 上边这就是 他们特别简单 上边就是各种地址 然后这告诉你 这个赔付的金额 是多少 为什么赔付 然后底下就是一张支票 这张支票呢 除了去银行 可以直接拿这边 手机银行就行 手机银行 可以扫一下 就扫 就只把它拍照 正反面拍照 就可以领取这个支票 上金额 直接拿手机银行 拍照一下 他就直接把这个金额 到你的账户里 非常方便 然后呢 我刚拿了这个支票的第二天 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外国女生的电话 然后就说 他是保险公司的 就说因为 真的 他们那个代表我 跟他们去 这个质询 说为什么还没有信 我赶紧说 哎呀 谢谢你啊 我已经收到了 昨天晚上刚刚收到支票 非常感谢 我已经跟我的经纪人都说了 说感谢 他说啊 那太好了 说然后 祝您什么 high one nice day 什么一切都好 非常愉快地结束了这次 然后这个 这就是半个月 就是完成了一次 所有的理赔 对吧 最主要的是呢 就是拿到这个理赔的 这个支票之后呢 就是在当周 然后呢 这一年呢 这个保费这一年呢 过去了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保险经济呢 又告诉我这个新的一年呢 你要续费了啊 但是续费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以前在国内的这个心里 就是我出了险了 我新年的保费估计会提升了 是吧 但是好消息又来了 说这个这边的保险的规定是 这个如果这个出险 不是因为你的原因 是吧 他这个出险是 你的车被别人给砸了抢了 偷了 那不是你的原因呢 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保额 所以保额并没有 并没有提高 并没有因此这个而上涨 没有多出钱 我这个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对 所以呢 更加体会到了保险一定要上 对 就是说这个保险呢 对我们生活真的是太重要了 对 离不开保险 对 我们车被砸了一次 也因祸得福 了解了整个的保险流程 也涨到很多的 吃一切涨一致 吃一切涨一致 虽然说这个保险给你赔付了 但是毕竟你还是下了一跳嘛 谁也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 那当然 但是如果万一要是遇到事呢 如果有保险在这拖个底的话呢 也没有那么恐慌吧 所以呢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这个我们整个理赔的这个过程 车险和防护保险 希望对这个需要的朋友有点帮助 是吧 但是还是就是给大家祝愿 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对 接下来呢 我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 去买新球杆 是不然你打球 跟Matt已经没有球杆使了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 分享一个小知识 感谢大家 一直关注温哥华美人生活 请您多多 点赞 评论 转发 回复 收藏 分享 总之支持我们 让我们做得更好 谢谢您 谢谢 拜拜